苏院长讲的话我们要信多少分 在国会真的是不敢再就他的这个承诺 做这个任何的一个comment 为什么 如果说真的这个内阁的改组 在指日可待 然后呢在12月底要公布的这个兵役 不管延长与否的决策 他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民意基础 来做这样的一个重大决定 我是觉得这个很令人这个担忧 就是现在如果还是政治凌驾所有 刚刚讲到的国防 刚刚讲到的跟美国之前 信誓旦旦的要协防台湾 刚刚讲到美国愿意把台湾纳入什么 环太平洋演习 这些承诺到现在来讲 当时大家还记得蔡总统讲说 这次的选举会决定这个 国际怎么看台湾的民意 现在民意有出来了 执政党在各个地方上面 失去了他很多执政的这个机会 也相对于让刚谈到的年轻人 就是用选票决定了 对他们的这个不信任 这时候倒回来讲 不管是兵役的问题 不管是在讲这个两岸的这个 很多的大陆跟台湾在经贸上面 一直被这个打回票 然后造成的这个民怨 最后的调查包括这个凤梨书 什么配方问题等等 不是指正立立 尤其是你行政官员自己在很多的这个能力上 跟执行上已经偏颇 甚至就是什么事情就推给用抗中保台 来做回避跟一种这个失职的一个现象 那这些事情到现在为止 大家还信任蔡政府多少 所以我觉得总统来看 兵役问题是只是冰山之一脚来彰显出 他们在这个决策上杂乱无章 是因为他只保政权不保国安 不保大家的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死亡 好刚讲那个美国学任计划 有媒体批评了 说美军不来美官来 美军不会来帮你打仗 官先来美国官员 这个学任计划是美国的监军团 派到立法院去 这个法案你立法院为什么不通过 洪梦凯居然反对 你什么意思啊 跟你记一笔这样 所以是一个监军团 这我觉得真的是 这种还能接受的吗 这种还能接受吗 我记得老蒋总统那时候 国军很穷真的很穷 我父亲做一个中华民国忠孝 一月薪水拿800块台币 800块 退役干了三四十年退役 一次拿8万块台币 我到美国一张机票就2万多台币 单程就2万多的时候 拿8万就结束了 那时候就老美有给我们说 台湾的军人拿美国军人的一半 一半很多钱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我们很多军官到国外受训 就舍不得花钱了把那个美金存下来 可以带回台湾来 那是一块换四十块很大 我还知道还有些官员 不是这个住在住韩大使馆 晚上就睡在大使馆里面 为什么省那个住房子的钱 这样省钱对不对 给你一半了 蒋介石不要 怎么我们拿你们的钱 这样的话我们军人呢 这算什么呢不要这就是气节嘛 我们现在来来到我们政府里面 这算什么算什么话呢 你至少要counteroffer 我也派20个人去 这就合理对不对 我也派20个人去聊你美国 了解你美国到底怎么样 决策怎么做 怎么只有你派人来 这算什么鬼呢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